明依时谈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刚过去的一个热点问题 这个热点呢,李伟当时给我发了一些跟踪的信息 我看到之后啊,我觉得可笑可悲和可叹吧 这个热点是什么呢?就是某威大威 他在台湾大选期间,在台湾发生的一些事故和故事 事故和故事也是曾经方老提到的一个词的用法 最近也比较怀念方老 那么最近呢,大家都知道当事人受到了台湾的惩罚吧 就是依法的一些惩罚 那么另外一个当事人,陈俊翰律师 已经去世了 怎么说呢?这是一个令人 陈俊翰律师的去世呢,是一个令人悲伤的事情 但是令人更悲伤的是什么? 令人更悲伤的是,在这件事情当中 这位大威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现象 他不是他一个个人的现象 不是他一个个人的现象 这是一个我们大陆人或者中国人一个长期的 长期的和广泛的现象 这个现象呢,如果我们说的简单点 就是没有人性 没有底线 什么叫没有人性和没有底线呢? 就是没有最基本的 对人类文明的认知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事情当中 不管它是一个故事还是事故 好像是在某一个群体里形成的一个分裂 一部分支持这个大威的 一部分呢是反对他的 我们看一看 有人提到 有人提到说 让一个残疾人 或者说我们叫这个身障人士 就是残障人士 去参加政治 是一个不负责任 因为是对他的为难 这里面呢混淆了三个很重要的概念 第一个概念 权力 第二个概念 能力 第三个概念 自主意识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 权力和能力是两回事情 如果你是认为一个身障人士 他没有一项能力 你比如说 一个双腿残疾的人士 他没有跑步的能力 可以 客观上来讲是这样的 但如果你认为他没有跑步的权力 那你是错的 因为这个权力 是他与生俱来的 他能不能行使他的权力 这是一个能力问题 这不是一回事情 另外一个自主意识的问题 自主意识的问题就是说 他去做这件事情 是被迫的 还是主动的 那中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被迫的例子 叫张爱迪 还是叫张海迪 我忘了 对吗 大家还记得这个所谓的残疾人的优秀代表吗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作秀和被迫的 他被摆到那个位置上 只是为了党的需要 摆到那个位置上 政府的需要 他没有任何的权力 也不是他的自主意识 当然后期他配合党来做这个事情 那可能是他自主意识 但是在一个宪法 立法 民主 自由的社会里面 他有他的权力 他也有他的自主意识 是他可以选择做还是不做 这个张海迪 他能选择不做吗 共产党的官员都没有辞职的权利 共产党治下的身障人士 残障人士 有选择不去给党站台的权利吗 没有 陈律师有 陈律师在是在有选择 有权利的情况下 用自己的自我意志 自我意志做了选择 他在行使他的权利 这是个大前提 那么至于你们说的 他能不能做好立法委员 那是个能力问题 能力问题跟权力问题 是两个问题 你可以批评他的能力 但是你不能质疑 他所拥有的权利 和他的自主意识 自我意识 这是不可以的 如果你区分不出来 什么是权利 什么是能力 什么是被迫 什么是自愿 那么你被共产党这样的政府统治 它是个必然 而且你非常适合 被这样的政府统治 因为你还没有启蒙 你还没有觉醒 你不但没有启蒙 还没有觉醒 而且你很enjoying这个过程 你很享受这种统治 这是我认为 更可悲的一件事情 从小的方面来讲 从个人来讲 陈律师的逝世 这是一个家庭的不幸 是关心他的人 感到悲伤的事情 但是从一个大的方面来讲 那位没有人性 没有底线的大V 他代表的绝不是 他个人的一个现象 绝不是 那是一个我们这样的人 我们这样的皮肤 我们这样的语言 我们这样的生活习惯 使用汉字 用筷子吃饭的这类人 一个普遍的现象 这是让我觉得更可悲的 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多年前我出差到华盛顿 就首都华盛顿DC 开一个会 一个比较重要的会 开会期间我得了一场病 这个病是突发的一种急症 带状炮疹 我不知道大家得没得过带状炮疹 那么他在一天的时间里面 我的腿上身上都起了疹子 没有办法走路 我去看了医生 医生也给我开了药 但是毕竟他不能那么快的作用 那么第二天 我决定提前结束这个会 我就要走了 我到机场的时候 机场的工作人员看到我走路不正常 他问我你需不需要帮助 你需不需要轮椅 你是不是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我说没有 我说我不是 我还主动说了 我不是残疾人 但是他说 先生 你虽然不是残疾人 但是你需要帮助 你等一下 这个机场的工作人员就给我叫了轮椅来接我 有一个人推着轮椅过来接我 那我当时的心态跟大部分的华人 中国人一样 我问他 我说我需要付费吗 他说不 这个是免费的 我说非常感谢你 然后推轮椅的人把我推到了登机口 把我推到了换机票的服务台 然后又把我推到安检 从安检把我推到登机口 在登机口的时候 在登机之前 工作人员跟我说 说你到达目的地的城市的机场 我们已经通知他了 他们也会给你安排轮椅 结果 我作为一个身体健全的人士 因为一个带状炮枕 享受了一次轮椅推送 轮椅接送的这么一个待遇 那确实他是免费的 当然我给了人家小费 这是两回事情 那这件事情让我非常受感动 多年前发生的这件事情在我身上 让我非常受感动 原来我们只是看到 在西方 在文明社会 在台湾 在日本 甚至在一些不发达的 但是文明比中国远远发达的国家 我们看到人对人 是有爱心 有慈悲心 人是把人当人看的 人是有同情心的 但是这是我亲身的体会 就如此真实的 近距离的亲身的体会 让我知道这个东西 在这件事情 这个理念 在西方 在文明世界 它不是个口号 它是人家真正的践行出来的一种行为 你再看看我们中国人 你再看看我们中国社会 你再看看这个出来的这么多年的所谓的海外的什么华人中的精英 你真的不算是我们华人的精英 你算是什么 你算是共产党治下的奴隶的精英 你的心态 你的心中之恶 我看了一些他发的文字 你的文字里面所表现的那种心中的恶念 那是极恶的 那是早晚会反斥你自己的 你会给你带来一些因果的 当然因果是佛教讲的东西 可是我们认为 上升到超越层面的东西 其实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 在我们圣经里写也是有因果的 福音书里就有 可是这样的人 他往往没有信仰 他没有敬畏 他不在乎因果 所以他做事之恶 这个恶一方面是恶毒 另外一方面是恶心 总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而这样的人如果多起来 就会给世界 给人类带来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 就是你华人都是这样的 如果一旦形成了这种趋势 那么我们在海外生活的华人 我们的日子不会好过 尤其是大陆来的华人 所以我也非常的痛苦 我有这样的同胞是一种无奈 而这些年随着这些人在海外的越来越多 我鼓励 我鼓励所有的中国人能出来出来 包括这样的人 一方面我特别鼓励 因为只有人都出来 精英都出来 那个体制才能尽早的结束他的生命 但是我非常担心 随着这些人的出来 把那个体制带向了全世界怎么办 虽然他不可能根本性的颠覆人类的文明 但是他的数量在那里 如果他把我们的文明的秩序搞坏了怎么办 一颗老鼠屎 污染了一锅的汤 多年前我讲过 华人的问题还是要靠华人自己解决 所以这类人 我呼吁大家 不要与他们打交道 从我们做起 跟他们隔绝 让他们在他们自己封闭的圈子里去玩 不要给他们蹭热点 蹭热度 给他们炒作话题 提供机会 不关注就好了 你只要关注他 都是被他收割的韭菜 都是被他收割的韭菜 因为在他眼里是没有原则的 他今天可以起来反你 明天可以起来反他 但是大家看到 我所说的这位大V 不管他是不是大外宣 什么叫大外宣 我真的不想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 所有的这种讨论太外行了 我上次讲的方老讲的经络 穴位的关系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什么是大外宣 你的结果上 你的结果上导致了这个结果 你就是广义上所说的大外宣 不用证明你的组织关系 不用证明你的钱哪来的 因为我们搞不清楚你的钱哪来的 对吗 就这样的人 就不要给他蹭热点的机会 不要给他炒作话题的机会 他唯一不敢反的 你看他不反谁 那一定就是他的金主 你看他不敢真正的去赐谁的痛点 那就是他可能的金主 今天我也是说多了 我也是说多了 什么叫小骂大帮忙 我骂你十句不疼不痒 我说你一句给你解决大问题 这就叫小骂大帮忙 小骂大帮忙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说有一个人他去他杀了个人对吗 他杀了个人没人看见 然后有人指控是他杀的 那么怎么去帮这个人呢 突然有一个证人出来 说这人太坏了 成天就喝醉酒 要么就是这个说话 嘴很脏 说脏话 要么就是总是 总是哎呀 这个打这个妈那个的 但是 那个被杀的人死 那天晚上我跟他在一起 他跟我在一起 他不在场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小骂大帮忙的例子 我希望能够帮大家理解 帮大家理解 不要轻易的去陷入到这种人 他所设计的圈套当中去 因为在这种人看来 地场不重要 他自己的利益最重要 但是这种人 他的本质 他没有人性 他没有底线 我们这个民族 因为有太多这样的人 被人看不起 我们要想改变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 就从你我做起 好 谢谢大家